如果自己是想加一些新的Question 进入Question 或加入现在的Testing Module 会怎样做呢 看不见到在右下位置有一个Add Question 键 在下面有不同的选择给你 刚才我做了一个示范 可以看看不同的Multiple Choice, Fill the Gap, Ordering, Jet and Drop, Feed Test,等等的功能 我们可以怎样做和如何处理呢? 不如用最简单的Quest Format 叫做Multiple Choice来看看 我们按Multiple Choice,看看是怎样建立的 其实建立方法很简单,其实几个不同的方法都大同小异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这里可以写 Multiple Choice的Question 这Question甚至可以设定不同的Font Size 或者不同的字形的颜色等等都可以做到 好了,那我做法会是怎样的呢? 例如, Who is the President of USA? 就问他吧 下面我就可以做不同的答案给他了 我可能叫做什么? Trump Lee OK,我可能再加一个叫做carpenter Whatever 或者叫做 随便我打点名字 来到这位置之后,因为我会计分的 所以我就把correct answer 填上去 我就告诉你,如果当朋友是会打了正确的答案的时候就会计分的 没问题的时候,我按下这个叫做save 这条multiple choice 就已经加了进去 而因为我们已经在Game01的模组里面 当我建立了multiple choice 它自动已经加进去 我们现在的Quest模组里面 应该了